出家人有八種隨身物品 出家人有八種隨身物品 就是一出家就平常要有八種隨身物品 那你看上衣、下衣還有雙重衣就三件 腰帶還有駁 像針還有一種就是小刀 還有綠嘴布 出眼門的話用外面的水 你看現代人來講 那個水都要煮夠 自來水要怎麼乾淨才可以吃 以前出家人不是這樣 我是在講說一般的人還有出家人 那個生活 現代人跟古代人的生活不一樣 原住民你看那個水 看到那個水鹽就喝了 當然我們想有寄生蟲不能喝 我們現在人就想這樣 以前沒有這樣子的事 但是真的裡面有些寄生蟲 有些微生物 那對出家人來講就是要用布 過濾之後才可以喝 其實的話 你們不了解我出門 無論到桃園到台中 或是甚至我出去走走遠一點 我那個濾水布都是水神需帶的 為什麼要這麼做 沒有再用 這律上規定的 這律上有規定 因為出家人如果沒有過濾的話 不可以喝水 不可以喝水 那這律上有規定沒有帶的話 有幻覺的問題 但是濾水布是當中的一種 那現在在講這個小刀 小刀以前我在幻藝把它換成剃刀 照別傳傳統的幻藝 副處裡面出師書提刀 並不一定是剃刀 是小刀 一種小型的刀 出家人的必備 什麼有些人就提到 這個小刀有很多功能 其中的功能是什麼 削齒木 以前出家人要用的芽刷 有有用芽刷 沒有刷芽不能漱口不能吃飯 那以前用齒木 那古代的話把它換成羊織 其實不是羊織 那個不是所謂的羊織 其實就是沒有毒的木頭去把它切 切的時候 它有長短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長 都有規定 跟現在的芽刷不一樣 那一邊把它削削成當芽籤的效果 一邊把它摧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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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成那個芽刷的效果 那出家人就必備的 那現在的話可以 當然是可以不用現在有芽籤 但是那個是傳統的出家人 現在到斯里安嘎 偶爾他們還會做傳統 當然很多是紀念性 那少數人可能也有在用 在泰國森林派也有少數人也有在用 但是很多是把它當成好像紀念品這樣子 因為真的要用的話 當然還是有人會用 但是比較少 因為那個耗死耗功嘛 但是原來本來像這種工作 還有就洪家沙 要什麼 這本來出家人必備的工藝 就是出家人應該要有的所益 那像薰波 這些是出家人應該要學的基本技術 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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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